我是一个办事非常有规矩和规划的一个人 我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按照我的规划来 所有的细节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 当然了恋爱也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这种感情按照我的规划来 我觉得这最完美的结果 希望他能按照我的规划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丁27岁来自山东 人力资源 来有请小丁有请 女嘉宾小李28岁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小李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个小丁是吧 是的 我看你叠被子全是豆腐块 对的 平常生活里什么都整整齐齐的是吧 对因为我的作风和时间都比较严谨 所以说我希望在平时生活里边都是这样的 很有自己的规矩或规范的一个人 是吧 我也用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男生告诉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吧 想跟他继续走下去 那他为什么现在不想跟你走了呢 因为有些时候他觉得感觉我很奇怪 奇怪 很多时候出于对我的不理解 然后一直给我唱反调 就这样的 我们先听听你怎么觉得他奇怪吧 在我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我生日礼物 女孩子都特别期待第一次的生日礼物 或者第一次的什么嘛 然后我还很满怀期待 可是我没想到 到我打开礼物的那一瞬间 我这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为什么 他生我一台迷你的缝纫机 我要弄点感觉 因为现在女孩买一部感觉太频繁了 这个缝纫机能让你吃家有道 节俭 我现在想拿到你以后就不让我买衣服了 我衣服坏了 就让我用那个缝纫机 并没有说让你不去买衣服 让那个缝纫机去过缝一下吗 我并没有说不给你去买衣服 只是说我想碰上你这种 不 你说我那个缝纫机 我可以为你去缝衣服 不是说不代表喜欢什么 因为实际上我不喜欢那玩意儿 没有用 我问了 你会用吗 我根本就不会使 好 你会使吗 我会使 因为我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她 我是一个居压型 很务实一个男孩 就这样的 对 我想给她一种安全感 然后每次我俩去逛街的时候 我都是配合着她 我就穿运动鞋 平底鞋 因为我穿高尔鞋就会比她高 我不希望别人看出来 我俩不搭或者怎样子 有一次我俩去逛街 我特别相中了一双 五公分左右的高尔鞋 款摄像是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 想让她买给我 但是呢 她送是送了 结果送的不是我喜欢的 那双高尔鞋 那我还不是考虑到 你平时上下班 穿高尔鞋比较辛苦吗 然后我想着 给你买一双这种运动鞋 但我想着 咱们平时这逛街什么的 比较频繁点 我想买一双这种运动鞋 让我多好啊 你没有发现 每次我和逛街 都是穿运动鞋吗 一双鞋嘛 是吧 你也是 你买一双高跟的 再买一双运动的 不就都了了吗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着 她平时上班有 那双鞋子挺累的 真是较劲 还有别的事吗 有 就是我们俩就约好 去看电影嘛 然后我说 咱俩去看那个爱情票 然后他又说 我喜欢看湄公盒 断案着的 然后好吧 我就听他了 咱买那个湄公盒的吧 结果我俩取票 在后场的时候 他朋友给他打电话 他去那个郊外 去打智人射击 然后他就说 走到咱去玩游戏去 我心里很不愿意去 但是他特别不好 推他的朋友们 然后我就说 算了 我还是给我男朋友去吧 然后为了他面子嘛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之后 那时候我穿的 也不是很方便 穿的也是裙子 然后他玩 当时他玩的时候 特别地开心 然后弄得我身上是张兮兮的 然后我裙子还破了 他在里边很开心 可是我觉得 他没有顾虑到 我的那种感受 回去以后 我不是给你洗衣服了吗 你那种破了衣服 我晚上不给你缝上了吗 当时给你买的那种 那个缝线机 他就那样 我说这其实不能要 我都坏成这样了 我说换个心的吧 他说反正大家有衣服 我给你送那个蜜蜂 结果给你缝去 这句话 你说是不奇怪 缝了吗 我不知道他缝 缝反正我又扔了 我没给你缝吗 那衣服 你不是挺好看的吗 不跟你现在一样吗 我让你洗干净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就是在他工作中 在他一个项目上 我就行事 要不然咱又请他吃个饭 然后咱问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解决 然后他说 我不 我就真实实到 我不搞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就因为这事 然后我还劝他 就咱好了沟通 他不听 打电话也不接 对我为什么要听呢 因为这个项目 是得到他的认可的 是靠能力来说话的 再说了 我不像你那样做 结果他那个项目黄了 就因为你的性格这样 你是觉得 他不圆润对吧 不能说是 就是 太固执 行我问点其他的事 方便吧 以前应该谈过恋麦吧 谈过 为什么分了 因为我的性格原因 比较耿直 然后他们都感觉 都跟我不合拍 所以就分了 他们都跟你不合拍 对 他给自己 他调侃自己 叫失恋小王子 然后我就很好奇 他自己自己说 对 他自己说 不是 你是要表明 你失恋过很多回呢 还是你是个小王子 是的 我是想通过这个 我是想通过这件事 来表达一下 我那个当时 那个历史上的心情 历史上的心情 来来来 说说失恋小王子 怎么回事 他是 他失恋了很多次了 然后包括他 他每次说 他以前是讲 包括和现在 然后一对比 每次吃饭 或者是怎样子 和我刚开始 是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想你做这些事情 就每次都一样 是不是在对比什么 或者是你在测试什么 特别的鲜明 我说你难道 每一次恋爱 都是这样谈吗 就是 我就特别的无法 就是想 小王子 我难为你说那样 我每次不是说这件事 我不都是出于对 你的关心和爱吗 为什么你不能得到 你的理解呢 让我很纳闷 小王子 我问问 听你女朋友的描述是 你过往失恋 是因为你谈恋爱的时候 就这样 是吧 是的 也送别人缝纫机 没有 没有啊 他送的不是缝纫机 是电运斗 也送别人电运斗 加入电器之类的 你特别爱送 加入电器 对 那你应该叫 加电小王子 不应该叫失恋小王子 没有 因为我想通过这件事 想跟我谈 我是一个很误识的男人 但是女方接收到的信息 是说 这个男生可能在测试你 对吧 在比较 你心里很不舒服 对吧 这次是谁要求来这个节目的 我要求的 你要求 干嘛呢 想要和他说清楚 我觉得这 你这样越来越奇怪 我无法和你继续下去 都没法继续了 就是因为 怎么冲突那么大呢 因为就是 我想要结婚嘛 然后我就形式 他是一个很好 就是很安全可靠那种 还是不像别的 去外边乱玩 乱花乱作这样子 我就形式想带他去见我父母 然后我想让我父母去看一下 这挺好啊 可是我还没有 就是要去的时候 我会给他说 我父母喜欢什么呀 我希望你怎么跟我父母交流啊 就穿衣打扮 或者是说什么东西啊 我都想按我的标准 因为我了解我父母 目的就想让他过关嘛 对对对 我只是想把我最真实的 一面展示父母 结果我就没遇见 这这么其他的人 就无语了 他怎么弄了 他穿衣服 就他按他自己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 喜欢打扮的一面 我也是一样 他穿这个我就根本就 然后投行也是 原来投行 就像主持人您这样 差不多挺好看的 结果他现在变得 就投行弄得这样 我很无法理解 弄得就行 对因为每个人都喜欢 打扮自己 我也是这样 就像我说皮子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跟你说 我父母喜欢什么 像老年人说 你带些水果 带些奶 往家一放 去家库 首先就是对家长的尊重 它礼貌基本的 他来我什么都不带 对啊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我跟谁都一样了 这种人 我实际上是不把父母 你去人家女朋友家 第一次 你看你不带东西吗 不是说我要你什么东西 我都给他说了 我说哪怕我 看了你我皮就刷了 然后我又生气了 哎呀 又不是说你什么 等于他空着手 就见你父母去了 没有见 他要是这样 见成了我父母 都没见 对 没见 为啥 他这样能见 不拿东西 就因为这事 因为我坚决不拿东西过去 不是你有毛病吗 因为我就是想到 不是这是个礼貌 你看病人的时候 你会带一点水果吗 你告诉我 因为我的性格 不是你告诉我 你带 看病人的时候 你要带水果吗 对 病人能带 对 那你第一次拜会 你女朋友的父母 人家让你带点水果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到哪 这怎么就要送礼呢 孩子 因为我到哪都这样 所以说不光是单单因为父母的事 不是 这全世界你到别人家 可那可不是都是你丈母娘 丈母爹 不就这一个有可能是吗 他当然应该不一样了 他是你女朋友吗 是啊 那你看的是你女朋友的父母吗 对 是的 是吧 对 但是我就是 但是我就是 不是那为什么不能带一点 当然我就不想送东西过去 因为我想的是 不同东西一样可以见父母 去了以后可以就是说 给父母做几道相当的菜 知道我另外的一面 不是你 你也不影响你做菜 知道你另外一面啊 对 但是我就这么想的 因为我喜欢 那你结婚的时候 打算办酒席吗 办 这肯定办 为什么要办啊 因为 就是人生中 一代大事 肯定要办 那你见你这大事的父母 审核人的时候 你连水果都不带 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当时我想着 我就是不带 我说不带就不带 你不讲理 我发现你 因为 你不是规矩 你是不讲理 因为当时 也不知道送这么好吧 刚好也赶上 人家不是告诉你了吗 带点水果 带点奶就完了吗 那是他的想法 不代表我的想法 那你想送啥呀 我什么也不送 我就扔过去就行 我扔过去 我不想看你行不行 那人家现在要跟你分手 行不行 行吗 我相信他不会因为 这要给我分手 他就因为这个 跟你分手 孩子 他不为别的 就为这 那你怎么办呀 改还是不改呀 那我为了他 我宁愿要改 你为了他 我可以改 你能改啊 对 奇了怪了 那你当然去人家的时候 不带个水果去 姑娘 小伙子还不错呢 挺好的 就是有点傻轴 你知道吗 太奇葩了 平常他对你好吗 这很重要 除了他这个脾气 就比较耿直之外的 他这不叫耿直 我觉得 咱们别乱用词 叫牛 是吧 他不 我基本觉得 就是他自己想一套 就按自己的条做 对 他就是 就比较愣 就我每次和他这样拿 我俩都是 拉不通的 就是他有他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就是愣头青 说着说着 我俩就蹦了 就难道 明白了 老吵 你们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 秋笔特问卷 小李 我也看出 你确实一直 也想迎合他 谋合他 对 也在冷浪 对 冷无可冷 今天才站在这里 对 小丁真的很顶真 一板一眼 你讲原则 讲规矩 这都很好 但是 你这样的一种方式 你有没有思考过 把它用在爱情当中 用在恋爱当中 它适不适合 因为你给我们一种直觉 刚性有余 柔性不足 甚至缺乏了这样的一种灵活性 我们说一个男人 有时候为了爱情 做一点傻事 他不会暴露你的智商 特别是女孩子 该迁就的时候 还是要迁就 因为她是你爱的人 她是一个女人 所以在这一点 你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固执 所以因为这样 你才成为了 失恋小王子 再接下去的话 你就成为 失恋专业户了 所以我想此刻 更多的是 你要简点和反思 给你一个任务 学会 怎样谈恋爱 好 谢谢 谢谢 包红兄 你的确是固执 你固执的背后是什么 你太过于自我 你的生活里 包括你们的生活里 你是中心 想去看电影就去 看多原则 只有底线 但是你最可怕的 还不是这些原则 你最可怕的是 自以为是 你会发现 有一些原则和底线的东西 用来律己的时候 特别好 管自己 但用来律他的时候 就特别不好 你用这些原则 来要求自己的时候 那叫洁身自好 你来要求别人的时候 就像跟别人上私行一页 别人为什么要按照 你的原则生活 你是不是觉得 你把这些原则兼职下来 你觉得那是一种个性 就像刚才主持人 反反复复问你 给自己将来的 可能的 岳父岳母送点礼 怎么就不可以 其实你内心已经示弱了 你知道是可以的 但你偏偏嘴硬 你说我就是这样 你是把这种原则 当成一种个性了吗 那你就太自以为是了 并且你总是 以你以为的东西 来要求别人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 你以为你以为的是 你以为的吗 你以为你要女生那样 女生就应该那样吗 你动不动就觉得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应该表示成这样 我真是 所以周围的一些人 都按照你的这种标准 来做就对了吗 你发现没有 他很多事情 完全不考虑 对方的感受 自己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而且你还时常 把自己当成一个英雄 你没感觉吗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我们喜欢柔弱的女人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我们喜欢那种刚硬的男人 但是什么样的女人最可爱 不是柔弱的女人最可爱 而是在为了自己爱情争取的时候 突然刚裂起来的女人 反而可爱 而什么样的男人最可爱 并不是每天一板一眼的 刚刚硬硬的男人可爱 而是偶尔会撒娇 偶尔会受伤的英雄才最可爱 但是 你在生活当中死刃里 你坚持自己 固执自己 不肯示弱 那这样的话 它将是你的第四个前任 好吧 所以你今天在六十秒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道歉和示弱 好吧 就这样 这就是你自己性格里面的那点东西 要我说呢 就是有点自私 想想是不是 是 是有点自私 前面被人甩多了嘛 这个我得拿住了 我就得按我这来 你别拿你过去受那点伤 拿你姑娘做实验行吗 爱人家吗 问你几个问题 他去看你父母的时候 带点东西 你会讨厌他吗 不会 为啥不会呀 多没原则呀 送礼 爱人家姑娘就踏踏实实的 听人家的话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听见了 爱他吗 能听他话吗 能 真的假的 真的 信不信有你啊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两人在感情当中 总会遇到一些问题的 我希望能好好沟通 好好解决 并不是说两人 一个人一直硬 一个人一直软 那样子 我希望 在爱情当中 还是能够 好好地在一块的 有什么问题 一块解决 什么都会改变的 我觉得有爱就会改变 我想说 你很想回到我的身边吗 你可以回到我的身边吗 我不告诉你 因为我觉得 你比之前我谈过的女孩 好 时间到 对不起 我们这有规矩啊 别再说了啊 回去吧 规矩啊 回去 这女生还是爱的 来 请关门 她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呢 来 请开门 谢谢大家